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雨爱》第256集,年人的夏小猫 惊吓的痴缠让路易既疼又怜 那样倔强的小炸弹忽然间变成一只温软的大猫咪 心里一定有很多的不安 他拥了它很久,不问,也不开口 安安静静地,从赤城的夕阳到静谧的暮色 时间一点点流逝,静默无言,却并不尴尬 不知是谁的肚子掀开了头 咕噜咕噜唱着空城记,而后另外一个也跟着咕噜咕噜 两人相试一笑,决定起床找点东西垫垫肚子 惊吓坐起来才发现这屋子似乎并不是他熟悉的房间 陈设,格局是他完全陌生的 惊吓诧异地环视一圈 仰头看看路易,这是你的小金屋 是你的,路易打开柜子 基本的家具都有了 估摸着睡衣或者浴袍也总是应该有一两套的 刚刚那么躺了一会之后全身的衣服都被压皱了 贴在身上很不舒服 又是粉色的睡衣,路易合了合眼 这个下折是对小姑娘有多么深的误解 为什么她的认知里女孩子就只是粉色的 她拿了一套粉嘟嘟的卡通睡衣回头问金夏 要不要换睡衣 金夏看着那套粉粉的睡衣皱了皱眉 尤其是上面那只可爱有余 成熟不足的兔子,简直就是 幼稚到有些弱智的睡衣 太丑了 那换这套吧,应该只穿一件上衣就够了 路易打亮金夏,从柜子里拿出两套男士的睡衣 好在,她还知道路易的脾气 准备睡衣的时候选择了成熟的深色系 棉质的材料摸上去软软的,很舒服 金夏伸着手臂跟她撒娇,老公帮我换 路易打亮一眼金夏,眼眸浅浅垂着弯起一抹笑意 她拉着她的手,像哄个孩子似的替她换了衣服 宽宽大大的睡衣罩着她,根本不需要再套睡裤 两人换好睡衣之后,金夏缠着要路易抱,她也不拒绝 知道此时的她需要更多的爱和呵护,依言抱着她下楼 金夏看着整个房子里粉粉的装饰,终于忍不住吐槽 老公,你平时很有品味的,怎么这套房子装得这么 土?土吗?路易被金夏的这句话哄得心情大好 这房子不是我买给你的,是夏折送给你的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给你准备的 包括你刚刚嫌弃的睡衣 夏折 金夏眨眨眼 不可思议地又环顾一圈 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孩 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审美? 还是在她的心里 她就应该是这样的审美 金夏皱了皱眉 为自己在夏折心里的这个形象有些郁闷 路易将屋里的温度调高一些 把金夏放在餐桌旁去准备饭菜 半下午送过来的,这会儿应该凉了 夏折对女性的审美上一般 但是在挑选菜品的时候还是很靠得住的 路易研究着厨房里的各种厨具 半卷了袖口一个一个按钮 认真看着,尝试着打开在闭盒 不知道是谁打了电话过来 路易低头看了一眼 接通了歪头夹着手机,一边讲电话 一边继续研究着厨具 金夏环抱着自己的小腿 脑袋歪歪整,在胳膊上看着路易 他很喜欢看她认真工作的模样 紧绷的唇线,微宁的眉心 散发着男性浓浓的荷尔蒙气息 性感又撩人 路易一手插腰 微腐身认真设置着争相的时间和温度 修长的手指不时这里暗暗,那里摸摸 金夏看着她 目光往下移了移 落在她修长的两条大长腿上 温柔、耐心、皮囊和灵魂都完美的她 是怎么落入她的魔爪里的 金夏悄悄挑了挑眉 略微有些得意地扬了扬下巴 她觉得她现在对她不只是爱情那么简单 她已经慢慢习惯了依赖她 习惯了凡事都有她 路易设置好争相 把菜一份一份摆进去 做完这一切,她习惯性地靠回餐桌前挨着金夏站好 手指无意识地捏着她的手指头把玩着 嗯,好 回头把报告里的参数重新调整一下 前后要一致 不要留下什么把柄 路易低头看看金夏 又吻了几声便挂断了电话 金夏仰头看她 男人清冷的嗓音和着温柔的笑容 既有工作里的冷静又有生活里的宠溺 金夏咧咧嘴 老公,我发现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 嗯,我也好喜欢好喜欢你 路易低头浅浅着吻她的唇瓣 没有身吻,只是浅浅轻拙 一触即离 视线里宽大睡衣下的风景一览无余 她所有的美好都被她尽收眼底 路易捏捏惊吓得脸蛋 睡饱了之后粉嘟嘟的,的确很可爱 饭菜马上就热好了 先吃饭 我不要 金夏完美,勾着她的脖梗缠上来抱着她 睡饱了,一切的烦恼就烟消云散了 剩下的,便是她和她的二人小世界 感谢 痛快 对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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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